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欢迎你持续留守主编点新闻 你好我是舒明 哈喽我是佩玲 是那针对外劳需强制检测冠病这件事情呢 国防部长伊斯麦莎比里啊 今天在记者会上有进一步的指出 这项措施呢 将从在雪州及吉隆坡工地建筑工人开始进行 而检测的费用呢 是由社会保险就是索索承担的 没错追者新闻呢 其实也是从昨天的时候呢 就开始发酵了 那外劳需要强制检测费用呢 是由老板承担 那有人就认为说呢 外劳是老板聘请的嘛 那当然就是由老板负责 不过呢 也有一些老板就认为说 疫情呢 是国家的公共卫生的大事 而且老板年年都有缴税 也有买保险 那这个检测的费用呢 当然应该就是要由政府负责 每个人的立场不一样呢 我们就会看到说 这个看法呢 跟意见都不一样 是 不过呢 国防部长呢 伊斯迈沙比利呢 他是有促请呢 雇主协会 像是马来西亚雇主联合会呢 就希望说 你们拜托一下 就是能够多理解一下 政府呢 下令所有领域的这个外劳 必须要强制进行官病的检测 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他也有强调说呢 一旦发现有任何的外劳 被诊断是确诊的话 那他们工作的这些场所 不管是任何的行业 或者是领域呢 都必须要被勒令关闭 所以呢 针对这个钱的部分 费用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 我们就看到说 按照新周日报呢 今天的这个独家报道 就有指出说 SOXO的首席执行员 莫浩默阿兹曼 就有重视说呢 SOXO机构在第三阶段 行动管制令实行的这一个 官病关怀检验计划 PSP呢 依然是生效的 那换句话说 雇主可以安排 外劳到SOXO委任的诊所 或者是一些实验室呢 进行检验 那关键在于 这个检验是免费的 是 那莫浩默阿兹曼就有强调 只有向SOXO注册的雇主跟员工 才可以享有这个福利 那非SOXO的会员 如非法外劳呢 就没有办法免费检验啦 那根据SOXO机构 在4月27号的文告中就指出 雇主可登入这个涉嫌机构的官网 登记注册 然后输入外劳涉嫌的会员编号 KPSA登记即可 那接着呢 雇主再安排外劳到SOXO委任的诊所啊 或者是实验室 接受这个官病检验 再从这个PSB平台呢 去查询 查询这个检验结果就可以了 嗯 没错 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是因为政府发现说 我们近期爆发的一些感染群 或者是这些确诊的病例 其实呢 都跟外劳群 外劳区是有关系的 所以呢 我想有些人呢 或许也可以理解 政府这么做的一个用心良苦啦 不过不管怎么样呢 今天有个好消息 那我们看到卫生总监呢 诺西山就有指出说 截至今天中午的12点 我国的官病的确诊病例呢 是新增30宗 那累计到现在呢 是6383宗 今天呢 是一人死亡 累计106人 那为什么刚刚我说好消息 是因为 这是马来西亚呢 在3月18号实行行动管制令以来呢 新增病例呢 最低的一天 不过换个角度 我们也不能够忽略呢 就是伊斯麦沙比利呢 提出的一个说法 他说呢 尽管呢 我们这个 有条件的行动管制令呢 在昨天开跑之后 晚上10点之后 不能出门的 这一个门禁呢 已经被解除 不过呢 我们虽然可以自由的行动 但是呢 我们是不能够跨州的 那这一点呢 还是要请所有的听众朋友 多加留意了 是 那CT Plus呢 会持续的为你更新 这个疫情的最新情况 那也呼吁大家 在这个疫情啊 尚未清零之前呢 要遵守政府的指示 也要多多关注 自身的卫生健康 那感谢你关注 今天的主编点新闻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聊